与玄空寺 东王谷 吊海楼这类几乎自成异国 与周边国家意识平等论交的大宗不同 库荣苑从建立一史 就在齐国领地上 自齐五帝复国 压伏天下后 库荣苑也跟齐国境内所有的宗门一样 受齐庭节制 听政令行事 但不同的点在于 彼时的库荣苑 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宗门 齐国境内 甚至一度有佛宗一家独大的趋势 库荣苑的势力盘根错节 遍及各个阶层 江无量堂堂齐国太子 一心赌佛 除却信仰之外 又未尝不是因为以众库荣苑的力量 而齐帝对江无量赌佛深恶之 又真只是对释迦不满吗 何尝不是对这股势力的忌惮 之所以齐下之战已经尘埃落定 江无量政治主张已经被证明错误之后 这太子之位还能够拖延五年时间 才被齐帝所废 当然不是因为齐帝多么心慈手软 而是因为江无量切切实实有着能与齐帝抗衡一时的力量 整个库荣苑一系的力量 都实际为江无量所用 当年主和 主战的政见之争 其实也是背后的权力之争 更被有些人视作太子江无量第一次正面对地权发起的挑战 而结果 就是江无量被废 库荣苑被移平 所有核心典籍被焚烧 核心僧侣被杀绝 普通僧众全部被强制还俗 一代佛宗 烟消云散 库荣苑位于林兹西城的遗址 往日香火鼎盛 后来断壁残垣 或是忌惮什么 或是觉着不祥 若大林兹城 这么些年来竟也没谁打这块地的主意 便任其荒气 二十五年过去了 又经多少风雨 林兹城并无宵禁 畅饮达旦之处不胜美举 但库荣苑已指附近 毕竟是安静的 很多人白天都不敢来这里 更不用说晚上 民间传言 这里晚上常有僧侣诵经之声 说是当年被一把火杀死的僧侣们怨气难消 魂魄化厉鬼 盘缓于此 这话将往这样的修行中人自是不信的 倒不是不信有什么怨鬼恨魂 而是不相信有什么怨鬼恨魂能够堂皇存在于齐庭的眼皮子底下 再多的魂魄 也要被打散了 什么百年的怨鬼千年的恨魂 全不济世 活着的时候尚且被齐帝一令一平 就算死后人人魂魄未消 人人转修神道 对于齐帝而言 也无非是在下一道旨意的事情 库荣苑在林姿的本庙 占地并不甚广 与寻常佛寺相差不远 他的强大 很大程度上 建立在曾经几乎开遍齐国的分院上 当然 如今那些地方 大多连废墟都不存在了 将望 众玄圣 十四三人趁夜而来 但见月色苍白 四下牺牲 相传库荣苑外曾有一座高数十丈的金身大佛 立在原有的山上 后来那座山被齐帝令人拔断 金身大佛也被容了 冲入国库 如今就连山明也没有几个人记得 死水 似是那佛那山曾存在过的明镇 那里本只是一个深坑 水是鸡的雨水 阴无火源 波澜不惊 除一些水虫之外 也没有什么生灵寄居 乌台暗水 难看得紧 残存的砖石隐隐勾勒出院门的大概形状 众玄圣走过去 踩过一块有半截藏于砖石下的匾额 发出嘎吱的声音 低头看去 指引见一个古字 另半边应已被风雨抹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众玄圣忽然说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地方 一直在想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是却从未来看过 十四是惯来不说话的 江望也很沉默 因为他知道 大约众玄圣这时候需要的只是倾诉 三人踩着断砖碎娃往里走 被一把火烧得干净的窟戎院 其实没什么好瞧的 我不是现在才聪明起来 我从小就很聪明 但聪明这种事情 在拥有一定的实力之前 十分脆弱 众玄圣说 因为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不着痕迹的让你变成一个傻子 江望 十四 他说 我觉得很寂寞 堂堂众玄家的迪迈子孙 却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藏桌 这种敏感 脆弱和谨慎 自不是生来就有 若以大部分成人的标准来判断懂事一词的话 通常来说 遇事懂事的孩子 童年遇事不快乐 而众玄圣童年所有的不幸 几乎都来自于那个名为众玄浮屠的男人 他一直不敢来哭荣怨 来了之后 即使有两个朋友在身边 他还是觉得寂寞 十四默默往他身边走了一步 身上的富月甲其貌不扬 但给人的感觉很可靠 江望抬头看了看月亮 那是皎洁却遥远的光源 寂寞 谁又不是如此呢 走到大约是枯荣苑正殿的位置 众玄圣停下脚步 我一直在想 他当初为什么会屡屡做出那样愚蠢的决定 辜负了亲人 朋友 部下 辜负那么多信任他的人 甚至于累积家族 他嘴里的那个不愿提及只肯带指的他 自然只能是众玄浮屠 这胖子四下看了看 黑夜并不影响他的视觉 但满目残垣实在也不像藏着什么线索的样子 变纵是有 应当也毁于当年的大火中 更别说还有这二十五年来的风吹雨打 众玄圣问 这里会有答案吗 新晋在家主争夺中取得一定优势的他 在这一刻显出了难得一见的茫然 二十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光 怎么找答案 当年在这里成为好友的两个人 如今一个已经魂飞渺渺 一个求居青石宫内 久未再见天日 就连枯荣苑本身 除了满目疮痍 也什么都没有剩下 要找答案 似乎只有问青石宫里的那个人 但青石宫是进不去的 所以 江望这会才反映过来 众玄圣让许放去青石宫外请罪 除了亲父聚宝商会 打击江无量之外 也未尝没有把江无量逼出青石宫的意思 只是江无量竟从始至终保持了沉默 这位废太子 似乎已经彻底心死 你有答案吗 江望问 众玄圣正要说什么 等等 江望打断道 他的耳朵颤了颤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众玄圣凝神一震 他知道江望不是会在这种时候开玩笑的人 脸色严肃起来 没有听到 十四亿缓缓摇头 甚至伸手解下了背负的黑色重剑 江望很确定 他刚刚的确听到了什么 只是那声音很模糊 没有听清 绝非幻听 到了他现在的修为 对身体的掌控具体而微 不可能出现错听 幻听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他能听到 那是什么声音 江望按渐进力 抚平心神 把听觉交给这寂静的夜晚 然后他听到 那声音渐渐清晰起来 拿摩 阿弥陀佛 隐挥动祭 还是会计睡